我們今天就是要告訴大家 抗癌還有抗老怎麼做 而且蠻有趣 這兩個中間有些共通點耶 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好不好 我們知道這個中楚紅 紅菇 他真的是今年已經63歲 他長這樣耶 他從1994年吸引到現在 去年2022年復出 結果就是大家看到他都嚇壞 驚為天人 63歲長這樣 所以大家就紛紛去問他說 你到底是怎麼保養的 那原來他就說 其實從他丈夫過世之後 他就開始養貓 然後用心在園藝 然後就是可以去走走登山 做一些喜歡的事 對 然後而且保持每天 就是一些不勉強的生活態度 所以我們這邊來看到 他的養生素有四大點 多菜少肉每餐七分飽 另外還有喝綠茶 我覺得七分飽真的很不錯 讓你的胃不會那麼沉 也不會吃過量 那綠茶也是一個很好 蛾茶素抗老化的效果 再來第二個重視保濕 就是不碰醫美 他很堅持不碰醫美嚇自己 因為他是說 如果一做醫美之後還要再補 可能會覺得很崩壞 他堅持不修圖 而且保持 就是自然就對了 對 自然的部分 而且他會早睡早起 每天就是運動 伸展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起來 做伸展 然後去流汗 保持他的身體血液循環 再來 現在的生活哲學 大家一定要筆記起來 就不勉強 任何事情都是神能安排 不勉強 這心態非常的好 生活哲學是不勉強 盡力就好 努力做 但是不要太努力 或者是太用力了 真的 還有王祖賢也是 好鮮喔 永遠的小欠對不對 對 大家就是 我們就發現王祖賢 他是2004年就吸引 目前已經56歲 現在移居加拿大 當然有人說是他現金 有300億花不完 所以沒有什麼煩惱 但是我們去側面了解 他其實有在修佛 還有他的一些飲食也是很值得 我們去注意的 他的養生素 第一個是早上起來 他先喝兩杯的溫開水 那其實中醫 我們也會覺得說 喝點溫開水可以幫助他代謝 還有睡覺流失的水分 你可以快速補給一下 再來三餐都以清淡口味為主 而且他還說他很喜歡吃葡萄柚 那葡萄柚其實有大量的維生素C 還有膳食纖維也是一個很好的水果 可是還是要提醒 如果你有吃這個降血藥 降血紙藥的話 這個葡萄柚就不可以跟藥一起 你可以換其他的水果 奇異果也是可以的 那再來第三個 他也是有運動 30分鐘的跑步機 而且他特別是不開空調促進排汗 不開空調據說 他是說可以讓你的汗線 皮脂線 可以比較發達去排毒 那我覺得這也是蠻好的 再來第四個大家要有筆記 正面心態 保持平和的一個心境 他要修佛 所以這幾個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很棒 所以心情不要大起大落的感覺就對了 其實在我們現場韓教授他抗癌15年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韓教授看起來也是 真的是很年輕 抗癌抗老 你也一起做了 如果跟這兩位美魔女比起來 有沒有共通的地方 他做的這些事情 我完全都有做 不管是鍾楚紅的 吃氣氛飽 然後自然 運動 以及不勉強 等等 以及清淡 對 所以他講的這些其實都很老生常談 都很簡單 可是我們就去追求複雜的東西 最難的修行在親密關係 所以我們最難的最痛的點都在親密關係 所以這是我們病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如果說儘管是彼此在一起把它轉化一下 也可以 很難 所以我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韓教授環島化療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他心裡需要得到解答解放 可是他很多的關係他不會處理 所以這個是我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愛恨情仇 所有的糾結 糾糾結結 心有千千結 都在家裡 都在親密關係 都在親子關係 這一塊如果沒有梳理的話 告訴各位 病不容易好 所以基本上情緒也很重要 然後身體的健康也很重要 尤其是把那個框架給拋掉 韓教授以你自己來講 你在氣功太極拳上面 你的做法 打得太極跟大家不太一樣 是不是 我打的這個太極叫做無框架太極 什麼意思 我的老師要教我打太極 他就叫我站著 然後就說開始 沒有學過呢 他說我沒有學過 你準備筆手畫腳一下 他說你自己會 我自己會 對 我覺得我還蠻有慧根的 我一聽就懂了 所以我就先靜一下 讓自己放鬆 其實每一個人的身體的律動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被那些招式來控制呢 是 難道你不能自由發揮嗎 那在當中的重點是什麼 慢 跟隨著身體的律動是不是 鬆 開 所以你身體不舒服的地方 可能你在這樣子的動作裡面 就得到的調理舒緩 氣血暢通 嗯哼 所以在這個裡面呢 就讓自己靜下來 鬆下來 重點是 我願不願意打這十分鐘的太極拳 嗯哼 意願出來了沒有 是 所以我有招嗎 沒有 沒有啊 對 你也可以 要不要下來一起打 哇這個動作 就是隨便就對了 對啊 所以你就放鬆放鬆 然後就是開心愉悅的 很舒服的做啊 就跟我們開始 有難嗎 所以就不要什麼框架 隨便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對 所以這個就是柔軟嘛 是 所以你手也有 腳也有 臀也有 胯下也有 所以你也快一點 可以慢一點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 但是呢 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OK 我們不花錢 那教授 這個吳醫師 如果以國際上的相關研究好了 那到底運動跟我們之間 身體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運動是蠻重要的 我們要活就要動 那其實我們其實在十年前 那有一次我到美國去參加一個 那個美國癌症醫學會的年會 那時候就有報導一篇 就是有關於乳癌的病人術後 分兩組 一組運動 另外一組不運動 去打化療 那結果發現 它對於復發率的下降 有運動的這一組 跟打化療這一組幾乎是一模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 你好好的去做運動 也許有一天你可以省下化療的這個副作用 達到一樣的好處 那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人類的老化 跟這個端粒是很有關係的 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端粒就是在染色體的兩端 橘色的這個地方叫做端粒 隨著人類的老化 這端粒會越來越短 會越來越短 會下耗掉 那其實運動是可以對抗發炎 對抗衰老 那有運動的人 比如說你看 每次45分鐘 一個禮拜三次 這樣子好好的去做運動 有氧耐力的運動 六個月之後 這個端粒梅的活性會增加到兩倍 也就是說它可以對抗你的衰老 那也就是說 你看看目前看起來 有些很年輕的人 他其實都是有持續運動的這些習慣 你不運動你就容易衰老 有運動的話 你就可以抵抗這些正常的這些老化的 所以它可以抗癌 好的運動可以抗癌跟抗老化就對了 對 那你看右邊這邊 其實美國運動醫學會的研究也顯示 有去爬山 有有氧運動 重量訓練的 這些是不同功能的一些運動方式 但是整體而言 它可以降低12%到28%的離癌風險 所以說這個其實證據已經很明確在那邊了 只是說一般人有很多很多的藉口 你不運動很忙什麼 但是我都是鼓勵我的病人 或是一些健康的這些好朋友 你要把運動當成是一個行程 當成是你工作的一個部分 可是又說不勉強要找到自己喜歡的運動 當然 當然 你要找一個運動 然後把它排進你的行程裡面 然後你這樣你就不會去荒諱它了 不然的話大家都很忙 因為所有的大家都是事業有成人 大家時間都排得滿滿的 那你根本挪不出時間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把它排進你的行程 當成是正式的一個部分 好 有這個想法要去執行 而且還要有持續力 但過程當中要做自己喜歡的 就不要太勉強 那個心態上面要是開心的 才不會讓身體持續發炎 真的 我們推薦大家一個叫做保原茶 保原湯 保原茶它其實是個古書裡面一個方 因為它就是保我們身體的元氣 讓你身體可以輔助 假設你氣很虛 那你要練這個氣功 你根本動都沒辦法動的時候 來喝一個茶飲可能會有幫助 那成分就是人參 人參我們只要補上中下膠整個的氣 內外的氣都包括在裡面 那黃岐它可以就是幫助身體的外面 鞏固你的外表 避免一些病毒細菌的入侵 所以鞏固你外面的元氣 那肉桂是補身體裡面 就是下膠 腎氣 元氣 它是鞏固的效果 鞏固就是調和這三味藥 所以像這個飽和湯 保原湯 保原湯 保原湯的話就保持你的元氣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茶飲喝 如果你覺得自己元氣不足 或者是經常容易生氣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穴位可以推薦給大家 什麼穴位 其實你很容易生氣的時候 就這樣看 那你要怎麼樣讓自己在那一刻冷靜下來 對 千萬不要打自己的頭 有的人就會 我看過小朋友這樣 小朋友就是被罵或什麼 他就會這樣一直敲自己頭 我看都好心疼喔 我就是因為臨床上有看過這樣 因為小朋友他沒有辦法控制 他只知道他生氣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跟他講說 來 弟弟你的耳朵上面兩根手指 他就跟著我做 兩根手指頭在這邊對不對 那這樣子他這個位置 耳尖上面這個點 你有沒有摸到一個很痛 用力壓壓看 他就說有 好 耳尖上 耳尖上 然後兩個指 其實就是耳尖上1.5寸的位置 所以你就先找到這個 對上去的這個點 然後很痛的話 你就把一個手握拳頭 然後敲這裡 就好了 了解 這個時候就是按摩了 他這樣的敲法 其實就可以讓你整個人 就是冷靜下來 並你整個拍頭 因為他就是等於這樣 整個頭的緊繃的一個 所謂的枢鈕跟環節 這個叫什麼穴位 這個叫做帥骨穴 它是我們膽精的穴位 肝膽相繞 肝精生氣的時候 膽趕快來幫忙 梳穴一下 敲一敲 然後三下馬上就會有感覺 三下就好了 對 真的要敲 真的要敲 所以不是像我這樣子揉著按的 是要敲就對了 我幫妳按好了 其實它就是耳朵上面 立馬讓我心情變好 這邊 所以它是在這個位置 OK 好痠 大家可以試試看 有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很簡單 我有感覺它有一點緊繃 對 自己可以用也可以交小朋友 所以就可以讓彼此心情變好 然後讓身體也更好 然後讓身體也更好 看一張就更好了 好 廣告之後來看 幫身體滅火 也就是讓身體不發炎 還有哪些好食物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